一個小時他可能問你的問題 重複很多次 貼了很多記錄紙 騙著他 這個名字 甚至乎根本不知道是一個病 一個小時他可能問你的問題 重複很多次 十五分鐘 問了我五次 吃了早餐後 那時候覺得怪怪的 但還是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直至我們搬了他回舊的住的地方 舊的管理員打給我們 到真正最後 那時候爸爸走失了四天 那段時間就開始慢慢 完全畫很多關於認知障礙症的病 腦腦退化 腦退化又叫做營族認知障礙 是一種多種因素引起的 腦細胞的逐漸退化 來的一個現象 症狀就是整體 它那個營族能力的退化 最容易出現 被人發現到 就是它沒有了記性 到它去了街 尤其是去一些新的地方 去回家 早期的時候 我們是叫做 腦練痴癌症的 但是很多人都覺得 痴癌這個字眼 就比較負面一點 所以後期 社會上的人士就說 不如我們來想想 一個好一點的名字 能夠代表這個病 當時就有出了 腦退化症 但最後的定名 就叫做 令知障礙症 這個病我會自己形容 是一個家庭病 不只是一個個人的病 因為當家庭裏面 有一個人 患上這個病的時候 全家人都會受到影響 試過好幾次 真的開了火 忘了關火 所以當時 家裡是貼了很多 一些密碼紙 不要動 危險 或者是壞了 就是 就是欺騙著她 當時 我想整家人 我自己來算是 發生什麼事呢 究竟 在我媽媽的角度 就是 很緊張 她每天都要跟著她 我會主動跟她談很多 我絕對 絕對要盡量去 想從她的心裏面 去瞭解 咦 為何會有這個症 我覺得用音樂 來去表達一個人的情感 我覺得是最有效的 透過音樂 感覺器官 就是能夠完全投入 而且也增加了 我們對認知障礙症 患者她們的那種感受 她們的那種憂慮 痛苦 失望 和很無助 是很深深地 這樣用一個同理心去體會 去體會 藝術對任何人都有好處 對精神科病人 或者是有認知障礙 或者一直脫發病人 也有更加的好處 一 你給了一些時間 他可以做一些 他覺得有興趣的事情 當作找到一份門 有興趣感 第二 透過參與這些藝術的活動 他創作都是一個老婆的活動 我覺得《Forgotten Maw》 這個概念很好 就是無緣無故叫一個人去上課 關於認知障礙症 你叫我 我都不會無緣無故去上課 但從藝術入面進入這個途徑 我覺得很好就是 從看藝術之餘 你可以知道 這一樣的認知障礙症 但你看一部電影 或者聽一首歌 聽一個舞台 看一個舞台的演出 當中裡面有一些趣味的地方 有些故事 令大家就好而吸收了 大家要明白 我們有一些研究 做了出來 如果我們是用戲劇 或者是音樂 去幫一些學生 去理解認知障礙症患者 他們的感受 心努力情 是很有效果的 我一定會推介這一套 《Forgotten 忘》 因為我覺得 它真的能夠表達到 患者的感受是怎樣 支持無限量 快點去網上登記 觀賞《Forgotten 忘》 登記 觀賞 《Forgotten 忘》 大家請支持無限量 快點上網登記 免費的 觀賞 《Forgotten 忘》 《Fatten 忘》 《Forgotten 忘》 《Fatten 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